中就比較重一點點 這寫的比較開一點點 那要互相比較行書練習起來才有特別的意義 千萬不要這個中拿起來寫了100次 那太無聊了 因為它換個地方就不會這樣寫 你必須要知道它為什麼這麼寫 才練習 這又是第一個字了 先看一下旁邊的氧字 這細字要多大 你要跟氧字配合 這樣淋寫出來以後 那個整體感才會像 千萬不要第一個字就毀了 第一個字的標準毀了 後面就全毀了 寫到最後整篇就毀了 你有沒有發現這邊寫的特別緊 這邊拉的特別開 它喜歡做這種鬆鬆緊緊緊緊鬆 這你看見個句好寬喔 一般比較不會這麼寫 一般我們在寫的時候 都會撇的比較上面 這裡拉的比較強 它不是它的偏下面 這是它的習慣動作 細做 做的左邊 左邊的比較輕 右邊的呢 右邊比較重 重真的要重喔 我的重是兩三倍 千萬不要重一點點 很多人在寫字的時候 我會比它重一點點 重一點點我看不出來 你要特別的明顯才看得出來 然後拉五上面又是拉的 長頸路 下面也特別長 然後交錯是在下方 交錯在下方就會覺得 這一段 似乎特別的遠 有沒有 這一段特別的遠 中間特別的窄 你輕輕的 輕輕的 輕輕的就真的輕輕的喔 不要偷偷的加重啊 雖然還是有粗細 但是我所謂輕輕的跟下面這個字比 它似乎比較輕 那你就把它寫輕輕的喔 不用每個字都好重好重 那這個物質比較大 那你就寫大一點 那重量感呢 比上面那個字稍重一點點 你要隨時去看它的輕重 輕重輕重 好 那這邊的筆畫是 戴上去 注意喔 這個叫斜度 一定要有斜度 折 觸到細 然後你發現這個撇並沒有在中間耶 它很多東西都沒有在中間 像這個撇 撇在這邊啦 照理說應該在撇 這空隙很大 它就故意弄出一個空隙 然後你看這個地方 上面的魚 這邊的空隙也很大 它並不是說下來要寫在正中間 沒有 它喜歡偏一邊啦 這個山啊 筆畫很少 當然寫得很鬆 寫得很寬 所以鬆 它的山啊 比較習慣的動作是先寫這個 然後再寫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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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一次它是刻意把它寫得有點鬆 那你就鬆吧 反正它的字啊鬆緊鬆緊 一向差距很大 好 點畫 點 張開 點 好 那一樣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中間的空隙 我一直覺得它跟其他書法家最大的不同是 左右合併的時候經常會拆開一點 拆開成左右兩邊 左邊這小小的口 這樣就是口了 這也是歪一邊的 你會發現這邊好像特別大 它喜歡把這邊寫得大大的 好 那同樣是左右的字啊 你可以發現這中間空隙很大 但到這裡就被這個字擋了 為什麼 因為它把這個寫寬 這個寫小 然後這個縫隙就被它擋住了 所以下面這個字不能又跟上面一樣中間分開 那到時候你會發現中間有一條線 看起來會很奇怪 所以我覺得行書絕對不能單字練習 因為單字練習失去了行書的意義 行書的就好像那個團體作戰 大家互相搭配 搭配以後有戰術 有技術 然後達成目標 千萬不要一個字一個字一個練 因為對它來講 這個字寫這個樣子 跟上面這個字有絕對的關係 跟右邊那個字 九字也有絕對的關係 下面的空字受雨的影響 那雨上面寫的扁扁的 那這個空它就可以寫窄窄的 也許是它的習慣 但它總是要搭配三個字 所以三個字會影響到下一個字 一個扁 一個長 一個寫得很緊 一個拉得很開 這種節奏感就會把那個字 整體的畫面變得非常豐富